各位觀眾我們昨天說到另外一個想法 關於華為公主被捕 其實我們要變成被捕 對他有什麼得益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看回歷史上 每一個20年前未加拿WTO的時候 最賺錢的地方就是石油或者鐵路 基建那些部位帶來整個集團 另外一些最賺錢的科技、諮詢、金融 仍然操控不是在習近平那些人的手裡 所以近一兩年看到他如何處理馬雲 如何處理中興事件 怎樣要換過他整個中興的董事局 跟著就跟馬化騰那裡另類的講數 你看到馬化騰那隻股票 一直不停有基金在套現 這些都是告訴你 所有國際資產的持久人 不停要換一些現金 去搬回中國的庫房裏面 才能夠保命 那現在華為呢 去到最後這隻大隻鷹了 這隻大隻鷹怎樣去掌握他呢? 這隻大隻鷹其實就是 如果你看幾個月前美國宣佈 將我們的後勤部的總參謀長 亦都將他在外國的資產凍結了 那你就知道這個總參謀部 其實是跟華為呢 因為過去二十年的關係呢 都是在IT、科技方面 軍事用途方面有所連累 那如果要奪得華為的話呢 一定要搞定軍部的後勤部 公領部 而同一時間呢 華為的董事長呢 過去二十年呢 都是一直由姓任的 就是公主的爸爸所做 而公主呢 他們一家人 還有他們最親的親屬呢 每個都拿著外國的帽子 那他不可能不知道呢 在八月中的時候呢 FBI和CIA已經下達了命令呢 是要揍他了 那他一直都避過 不會被他揍到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呢 當他呢 知道呢 大勢已去的時候呢 唯一去保命的呢 就是呢 將自己整個集團 一半人在國內 另一半人在國外 在國外的人呢 就可以支援國內的人 因為呢 萬一國內的人呢 有些什麼差池呢 他國外的人呢 就可以呢 有一個 有所平衡 可以搞平衡術 那這一個呢 就是看得到呢 他被被捕的機會呢 都是一個 option 去想的 就是我們要沿著這條思路去想 那他不是呢 就是說 那麽 就是那麽簡單 我 其實呢 是路過了 五國二 被你 揍了 那現在要打官司 那我們下一集 再說一下呢 為什麼突然之間 這一兩天呢 我們國家呢 又會呢 那麽大的反應呢 這是看到 從哪裏 我們先給它 他那些小問題 就好了 所以我們將 我們先給它